今天我们要写取的是第25愿 设我得佛 国中菩萨 不能演说一切智者不取正觉 所以今天我们就集中在演说跟一切智 那这个说来很多人是会有疑问 怎么可能我们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又能够跟佛一样的智慧 讲出所有的法呢 这个一向都有一些人有这样的疑问 那这样的疑问其实最主要就是说 一切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各种不可思议的境界 都是阿弥陀佛加持的 你才得到的 那我们讲说上两宴 然后我们上两个礼拜学习的第23宴 叫做供养诸佛 第24宴是供据如意 就是你能够到十方世界去供养诸佛 然后你要拿出来的这个的供据 就是供养的这种东西 也都是一定是如你之意的 都是你想要供养什么 你手中就能够握有什么东西 因为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 你的福报很大 所以你想要什么就会出现什么 所以有一些同修认真念佛 好好修行的人 经常都会发现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心里边不可以想要什么东西 因为你想要什么东西 人家就送来 所以这个就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有这样的功德 你想要什么东西 你手上就出现那个东西 我们现在就讲到说 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分身到无量的岔土 所有的供据都是自然发生 就是你想要什么就出现什么 应念极致 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念头一起来 想说我要供养药师佛 应该拿什么供养呢 你想到说应该什么 你手上就有那个东西 所以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到他方世界去供养诸佛 很容易就能够培养你 无量无边的福德 那我们都知道说 一尊佛他的特色 就是他的福德跟智慧都圆满 所以我们想要积我们的福德 最好的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只有到那边 你能够供养诸佛 而且你所有的工具都是如你意 所以你到那边去修这个福德 是最快 最实际的 那我们这一页呢 就是接着要来说 演说一切志 那这个就是因为法障比丘 他当时的发言里边呢 就是他将来的往生到他那边的菩萨呢 都能够记足 就是经过这个阿弥陀佛的加持 都能够记足跟佛一样的智慧 得到跟佛一样的智慧 所以呢 你到哪里去讲经说法 不管什么样的诸法密钥 就是再深的 比如说法经啊 任言经啊 他的意思呢 你都能够很很清楚明白的 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你就能够帮助一切众生 很快的呢 就弃入这个宗道 然后呢 让他能够真正的开示 误入佛的之见 佛之佛见 那这样的话呢 就所有跟你有言的众生呢 很快呢 就能够证得到无上正等正学 那这一页呢 就是要圆满 因为前两页是修福德 那这一页呢 是帮助众生修智慧 因为你能够把佛的 所有的这种 这个智慧都表达出来 然后帮助众生开智慧 那我们先来解释 我们刚才讲到说 这一页就是引收一切事 所以我们先讲引收 讲这也说呢 我们要引用这个新发言经 他就讲到说 这个善才同志不是有五十三摊吗 他去骗求这个菩提法门 他男友去见了五十三位善之士 五十五位善之士 其中有一位呢 是在都萨罗城善德山 这位善之士 叫做骗行外道 那有一些同学讲说 他干嘛去参访外道 大家不要随便下定义 所谓的外道呢 不一定是你想象中的外道 我们来看看 真正在华言经里面 讲的外道是什么呢 他说硬发十方 骗力接触 行谷杀道 所以叫做骗行 就是他能够到任何有佛 没有佛的地方 他都能够到达 所以叫做骗行 就是普遍的骗满一切 这个一切世界 哪里他都去 所以这叫做骗行 那什么叫外道呢 他说能够随顺积元 现外道像 然后呢 密施内教 这叫外道 实际上他表现的像外道的样子 但是实际上他所传播的佛法呢 都是如来的真正的这种 最深的这种意理 那所以他是要把这个佛头 所证悟到的佛法呢 都能够顺利的传达出去 但是呢 有时候呢 比如说有些人呢 就讲到说 为什么有些人要在家中的样子 因为有些人一看到法师 就想到说 哎呀这个法师来了 他觉得不太自在 所以不一定会喜欢 每一个人都喜欢听法师说 所以就有时候就会 有些人都实现成不是法师样子 那这个就是这里的外道的意思 就是因为众生的根基百百种 所以呢 你如果都一定出成 实现成一个很庄严的这种 法师的这种形象 不一定能够度化 所有的众生 所以才会视线 他要视线成外道的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要讲到 外道的意思就是说 样子看起来像外道 实际上他传的是真正的佛法 那这个善采同志为了修这个菩萨行 就请教这个变形外道 说应该怎么样来修这个菩萨行 怎么样来这个落实这个菩提道 所以他就跟他讲到说 他是怎么样来落实呢 他是用远说这个变形外道呢 他是用远说来弘扬这个政法的 是用利用远说的方式 所以远说呢 在法院经里面就讲远说呢 应该十种含义啊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要演说一切世间种种记忆 让人家有技术的一切 这个技术托罗尼 比如说像我们Kenny 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工程师 这个工程师可能是软体工程师 可能是硬体工程师 所以呢 这个你将来要红法要演说呢 第一件事情可以演说世间法的这些记忆 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很了不起的医师 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律师 或者是工程师 或者是会计师 那这个呢 就是第一件你要演说的内容 可以是传播世间的记忆 就是教人家怎么样作为一个 了不起的这个工程师 作为一个了不起的医师 这是第一个演说的内容 那第二个呢就回归到正面来 就是讲说他要能够让众生都得到一切智 一切智道 就是真正的一切智 那他说用什么方法呢 他演说世色方便 大家都知道世色法嘛 世色法就是不施爱与力行同事 世色法 就是到哪里去演说世色法 让众生呢真正透过世色法 然后呢成就一切智道 那一切是就是 当然一切是等一下我们要说 这一切是 有很多人呢 就是一想到就是这是二成人的这种 这个空正见 就是知道说一切法都是无常 都是便宜的 都是没有可能主宰的这种法 所有法你都不可能去主宰它 一定是众言合合 那这个所谓的一切智 就是所谓的空正见 就是不要认为我能怎么样 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改变什么 我可以做什么 所以以前不是有一个人 在欧洲 他说他小时候 他想要改变宇宙 后来见证长大了 他想说改变宇宙 这个不太实际了 改变世界 后来他发现说 越来越发现说 他改变世界 这是missing impossible 所以呢 他就改变一个国家 结果他发现说 他改变一个国家 是谈何容易啊 一个国家都是 一个国家人民的 所谓的共业所长 所以呢 他就想说 那我改变一个州 一个县 一个市 那他最后就讲到说 那他就退而知道吧 从改变宇宙啊 改变世界啊 改变国家啊 改变州啊 城市啊 然后最后改变呢 一个社区 就像我们这个学会 这么一个 大家一个小团体 那他后来呢 说这个呢 他也做不到 所以他说 他改回去改变家 那最后他发现说 他连家也不能够主宰 也没有办法主宰 所以他发现说 什么 要改变自己 改变是自己 是你唯一 真的有把握的 其他 你一点把握都没有 因为都是 众言 合合而长 那都是要 根据很多很多的 外在的条件 所以 这个是讲一切字 再过来 他说要演说 波罗蜜 各种波罗蜜 波罗蜜的意思就是说 道彼岸 就是最 最 最殊胜的 这种 比如说 我们 讲说 布施波罗蜜 你的布施波罗蜜呢 就是 就是 三轮体空 那能够真的 做到三轮体空 你就可以 讲说 我成就了 布施 波罗蜜 那这个 这个 只举这个 例子 跟讲说 各种 那比如说 波罗蜜 那就是 我们这里 所谓的一切字 就是 要叫众生 开智慧 然后呢 能够 彻底了解 宇宙 人生的真相 那 第四个呢 他说要 赞叹大菩提心 这就是 我刚才在佛场说的 什么叫菩提心 是当你 真的立志 说我要能够承担 自己 跟一切人的 所有的 称激 毁毅 利害 优喜 众生有苦 你一定要去承担 所以呢 你能够站在他的角度 去体会他的苦 然后 帮助他 离苦 那当然 这个要能够做到这样 当然是先解决自己的苦啊 如果自己还有苦 你想要帮助别人解决苦呢 说来也是一种 就是一种 只能够是一种愿望 很难 所以第一件事情 比如说你出家了 第一件事情就是 人家喜欢的 你还喜欢 人家讨厌的 你还讨厌 你的苦没有解决啊 你苦并没有 并没有减轻啊 那你要真的出家以后是 人家喜欢的 你不一定就喜欢 人家讨厌的 你也不一定要讨厌 因为各有因缘 所以当我们真正了解 这个菩提心以后呢 就是彻底的了解说 一切的众生 都从你自己的角度 来理解说 我有这样的苦 别人也会有这样的苦 所以当别人 有这样的苦出现的时候 你不要讨厌 你不要想要逃避 你要帮助他 能够解决他的苦 那这是真正 花菩提心的重要的意义 就是要能够愿意 非常心平细合承担 所有包括自己跟别人的 一切的撑击 悔意 厉害苦乐 各种各样的境界 你都能够承担 所以如果说你碰到一个 非常早麻烦的人 你一定要想到说 这个是他的苦啊 他早麻烦 他是有没有苦 当然有苦 喜欢找人家麻烦 自己就是自己一定最苦的人 所以你要想办法去帮助他 开解他 希望他能够懂得说 你找人家麻烦 你自己先受苦 然后呢 也让别人受苦 那你要去教导他 代骗他 那这个是花菩提心的 这种真正的意识 所以我经常跟同学讲说 大安法师住在我家的时候 我看他每天晚上很晚睡 很早就起来 他说他这个身体是用来 服务众生的 所以不要怕把自己的身体用坏 你要好好的利用他 因为你也利用他 这个身体就会因为众生需要你 所以你的身体就会更好 所以我们用这种角度来理解说 一个花菩提心的人 不要一天这样想说 比如说以后 我们的天一花出家来以后 人家有一个同修 他晚上三点的时候 他需要人家住恋 你要不要起来 要起来 你身体 只要还有这个身体在 你就要把这个身体 用在所有众生上 所以我们 我有一个真正花菩提心的人 在我们这个学会里边 我们大家有福 所以将来有任何的困难 提出来 他一定是尽心 尽力把自己的时间 尽力 用在来帮助你 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说 我们在引说 这个菩萨学 然后呢 要告诉所有众生 一切都没有白痴 你造了善业 将来你就有可能得到热报 你造了恶业 你将来就有可能得到了苦报 这个东西是不能侥幸的 你不会讲到说 没有人知道我做这件有什么关系 因为天之地之 那所有的菩萨都知道 所以我们大家应该了解这个诸恶莫作 然后呢 众善要奉行 再过来他要讲到说 也要跟大家演说 这个 每天增长我们的善根 增长我们的善根 就是善根就是要能够清净善知事 清文正法 然后呢 要能够如理思维 化水化水 那这个就是增长我们的善根 然后呢 还要让人家知道说 当你成佛了以后 你到底有多么大的这种利益啊 你成佛以后会得到多大的利益啊 因为他智慧 记住了以后 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会讲到说 这个西弥山 大家知道这西弥山啊 它是上面好大 下面很大 然后呢 下面呢 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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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到一点点 然后呢 往上的话呢 它又开始慢慢慢慢慢慢变大 这个西弥山的意思 就是诸恶莫作 重産风行 因为我们没有写佛以前 各种各样的恶业 都不知道厉害 然后就去造作 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 恶业是很多了 就是像西弥山的座一样 就是很广大 然后呢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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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 恶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然后同时呢 你的智慧就 越来 越大 就是西弥山 就像这样 这是恶业 就是越来越缩小 然后你的善业呢 智慧呢 越来越广大 所以这就是虚弥山 大家懂得虚弥山的意思呢 就知道说 这就是我们修行 每一个人的状况 最先 你看你恶业 数不尽 但是呢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那在这个同时呢 你就会 你的智慧 你的福报呢 就在上面 越来越大 所以到最后 恶业都没有了 就到顶尖了 那将来的 功德跟智慧呢 就变成 无量无边 所以这就是 虚弥山的意思 所以大家如果 看懂这个东西 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惕 就是说你的恶业没有减少 你没有再修行 你的善业 你的功德没有增长 你就是没有再修行 修行要像虚弥山一样 好 我们再来看一切智 刚才是讲到 这个 这个演说嘛 现在讲一切智 一切智其实指的是佛智 因为一切智 很多人以为说 这个空正见就是一切智 然后比如说 一切智是 这个总项 就是讲到说 你已经彻底了解 没有一法 没有任何一法 真正的存在 不改变过 你了解这个道理 这就是基本上 你可以讲说 这是一切智 但是呢 道总治 就是说 当你有了这样的资本 你不会再执着 有人骂你 你应该对他生气 你会认为 有人真的骂你 有人 这个对你好 你就应该怎么样去报答 你对这些东西 没有一个执着 有或者没有 你有这种能力了以后 你就可以广度众生 去帮助一切众生 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个能力 你到外边去 所以不是经常有些人说 好多人喜欢做义工 然后到这个道场里边 做了很多义工的工作 回家 带一肚子的气回家 因为在做义工的时候 人家又指着他彼此说 你做这个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有一个大富华 到一个道场去 他用了两三天的时间 去准备一盆这种水果 想要拿去供养大众 结果他就好不容易 把他排成很像样的样子 断到那边 你再想说 你这是什么东西 就一下就把他讲说 你这东西一文不值 所以他想要去修复 带来一肚子的气回家 就是因为他没有一切事 他没有看 没有空乘线 没有知道说 人家这样来对待他 也许是要来磨练他 是要来陶冶他 希望他的供高我慢 想要征服报的心 能够越来越缩小 他没有体会这东西 他觉得说 他花这么大的心思 做这么 他认为这么好的东西 其实人家认为 一文不值 所以这个就是 一个没有空乘线 想要修复 经常都带 一大堆的怀恼回家 所以这个是 讲一切事 他说这个一切事 就是空乘线 就是我们刚才在佛堂说的 无是定心 零是守心 就是你碰到事情的时候 你不会一下就跳起来 因为你知道说 没有一件事情是真实 不变的存在过 全部都是 延期法都是一直在变动中的 所以人家给你一个脸色 人家给你一个下马威 你要想到说 他也许是大菩萨 要来成就我的忍入功夫 所以你应该感恩他才对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就讲到说 这个不要没事找事 因为人家对你这个样子 你如果懂得修行 你会感恩他 他就是要消掉你的我值 消掉你的娇慢心 所以我们应该感恩他 第二个叫做道总治 道总治就是从空出甲 下化众生 借甲修真 这个就是所谓的历史恋性 历史恋性 就是说当你有了一点本事 不会在随着别人 起舞了以后 你就可以真正的去服务大众 所以这个就是 可以你的将来要面临的 就是很多众生 他好心 人家把他当作历肝肺 很平常 这个就是要历史恋心 所以你要珍惜任何的逆言 因为任何的逆言 就是谋念你 所以为什么靖宏老师会讲到说 他活在感恩的世界里边 因为所有的顺言 顺境逆言 顺境逆境 善言恶言 全都是提升自己 修行的一个条件 所以我们应该珍惜 所有的顺境逆境 善言恶言 因为他就是在提升我们 修行境界的一个 触媒介 媒介 媒介 所以我们应该珍惜 最后一个是一切种智 就是有了一切智 然后又有道种智 就是到外面去立誓练心 去磨练 等到哪一天 你心能够定下来 然后对世间的一切 各种各样的法 你都能够了如指掌 你这个人为什么会了现这个样子 你叫做看清楚 因为他有这样的烦恼 他有这样的烦恼 他有这样的无知 所以他患这种毛病 所以你看到的是 他犯烦恼 去做恶业的背后 的背景 就是他的背景 是什么 所以都随时随刻 都是在提升我们 都是在提升我们 因为你让你看到 这个比如说 这个Elon Musk 你就看到说 他过去是这种修布施 这种大布施 结果今天他得到这样的一个回报 我们看到的是这一面 所以我们如果自己 在这方面不足 我们应该跟他学习 看到一些 这个坐监幻科的人 无恶不做的人 那你就想到说 他就是因为 有一些烦恼 让他迷失 他迷惑颠倒了 所以他表现出来 就是让大家都不能接受的这种 这种恶行出现 那我们存着一种慈悲心 想说我怎么样才能够帮助他 走出这种烦恼的这种 这种网 烦恼的网 那这个是讲到说 一切事呢 正常可以包含这三个 所以很多人认为说 一切事就是第一种啊 不是 一切事呢 在很多佛经都表现出来 他其实是涵盖 刚才说的三种 一切事 道种事 跟一切道种事 所以如果人家讲说 一切事 你就说人家 你这个 这个是小城的 这个空正见而已 也没什么了不起 错了 因为在佛经里面 很多地方都表现出来说 当佛经里面讲一切事的时候 就已经涵盖了三种智慧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 这个弥勒菩萨呢 就解释说 真正一个 真正有像佛的智慧的人呢 他说 他第一件事情 观法如之患 就是他第一件事情是 体会到 一切法都是 因言所生法 一切法都是 一直互相影响 一直在改变 从来没有经质改变 这个是知法如患 这是第一步 就是所谓的 这个 基本功 我们想要度众生 你没有知道这个东西 你认为 有人骂我 有人偷我东西 有人怎么样 有人怎么样 你有这种想法 你就是 你就是没有一切事 你就不知道 一切法如患 都是像幻化一样 因为他都在改变 都在改变 所以你原来不喜欢某一个人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其实说他其实也不错啊 所以不是 以前经话师最喜欢 起历史说 有一个人 就恨某一个人 结果最后有一个 他最好的朋友 他最信得够的人 他说 跟他讲说 其实那个人 在背后 怎么样来帮助 赞叹你啊 跟着讲你好多好话 结果这个人呢 听了以后呢 觉得很惭愧了 以前总是 总是觉得说 他就是跟我做对的 当然 他的最信任的人 跟他讲说 那个人其实不是这样 是怎么样 结果呢 他从此以后发现 果真他去观察的结果 发现说 这个人真的 一直都在暗中 一直在帮助他 所以他整个的观念 就改变过来 所以我们要让你知道的 意思就是说 当你认为 认为怎么样 其实不一定就是那个样子 好 这个第一个是 观法如之患 第二个 观生如入愿 愿的意思就是 言吟花言的意思 就是说你如果 你今生来这里 做一个女众 你就想到说 你在演戏的时候 在演戏的时候 你就半年一个女众 有很多男众是半年女众的 就是半年而已 所以你如果知道说 在人生里边所有的经历 都是只是在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 这个时间点 这个地点 你半年的角色而已 你这个样子的话 你就不会执着 所以假设说 有些同修 你家里的另外一半 你觉得气死了 就是没有 你觉得说 他实在是专门找我麻烦了 你应该回想一下说 他在扮演他的角色 你在扮演你的角色 将来自己的运营果报 各自负担 他去造作这样 再这样 将来他要去承受 他所造作的各种各样的业 那你知道说 他在演这个戏 你也好好的演你 演你这个角色的戏 这样子的话 你就会觉得说 天下哪有坏人 都没有坏人 因为坏人是在演坏人的角色 所以不是像以前在台湾 有些演连戏剧的人 一向都是演坏人 所以他出门 经常都要化妆一下 不能让人家认出来 人家认出来就 他只是在演戏 演成坏人而已 结果他说 甚至于外面人 被人认出来要打他 其实在演戏 所以现在你就当作说 你周遭的人 其实都在演戏 你的小孩在演一出戏 你老公在演一出戏 你老婆在演一出戏 都在演戏 那你就把你自己的 这个身份 演戏的角色 把它扮演好就好了 那就不要管别人 他怎么样 因为他在演他的戏 这官生如入院 若成若不成 就是 所以呢 不管 善啊 恶啊 赐啊 非啊 德啊 德啊 施 你就怎么样呢 就不会再困惑你 所以就说 若成若不成 或苦 皆无不 你该 你 该做 该受的苦 你就 心平气和 去面对他 去接受他 去处理他 这个就是我们 今生来做人 你就应该懂得 你只是来 演一出戏 顶多八十年 一百年就像我 都八十了 随时随刻都要走人了 那来 今生来 来演这一出戏 我就 好好的把它 演好 那 这样就可以了 就不要 一天到晚 在后悔说 我以前为什么不这样 我以前为什么不那样 我以前为什么要那样 不需要 因为 都是在演戏 那 每一段 每一段时期 都演不同的 这种角色 那 你 演过了 就算了 因为 现在 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什么呢 该 该受的 你就 心平气和 去说他 那 懂这个道理以后 就讲到 或苦皆无不 所以 你 为什么人会有苦 会有苦 就是因为 现在所面对的是 老病 老啊 跟病啊 那 对未来呢 你担心说 我会不会怎么样 我会不会怎么样 所以 有一个出家人来 我们这边 他一直问我说 那 那我以后 老了怎么办 我以后老了怎么办 这没有出家 如果真的出家的人 他就 获苦 皆无不 因为你造了 什么样的因 将来 你受到 那个国 是自然 这是一个 自然现象 而已啊 你如果 比如说你出家了以后 你每天都在 算计说 我要怎么样 收供养啊 我要怎么样 能够 吃营养东西啊 我要怎么样 去拿一些 有财力的信徒啊 你每天都想这个东西 将来你会好到哪里去 如果你真的出家以后 就把身心奉给成岔 我这个身心 就交给众生了 那你想一想 有可能 你如果真的这样来对众生 众生会看着你饿死吗 不可能 所以这个就是 祸苦皆无不 你就不会一天到晚担心 将来我老了怎么办 我老了怎么办 你问我什么办 我就说 不怎么办 就两半 所以为什么 我一直跟同修讲到说 你每天只要把握当下 你该做该做的事情 你只要敢做 你一定要敢当 敢做就敢当 你要做一个坏的决策 比如说 这个人对你不客气 你想说你什么东西啊 我还怕你不成 那你将来 这个怨呢 是越解越深了 你就等着将来受报 如果你今天有人对你不客气 你就想到说 哎呀 他一定有困难 他一定遭遇到一些 家庭的因素啊 小孩的因素 或者周遭的同事的因素 所以他会这个样子 你应该想到说 我要怎么样来帮助他 能够走出他这样的 低潮的这种情绪 你这样的话呢 就懂得善用现在的言 然后呢 创造将来好的 好的这种结果 我们所谓的因缘果报 所以一切的一切 都是因缘果报 绝对不会有侥幸的 不会有侥幸 那所以我们都只有讲说 我们只能够把握当下 至于将来怎么样 就是刚才说的 你要勇敢的去接受 所有的 你敢这样做 你就要敢当 所以你只要敢做敢当 你就不会再担心将来怎么样 因为你已经做的 该受报的 你就受报了 这是敢做敢当的意思 所以大家经常要问这个 这个说 我将来会不会怎么样 你只要问自己就好了 你到底你这一生都做了些什么 基本上我们也不能讲说 只有这一生 有些是因为跟前生有关系 那你就讲说 不管今生或者过去生 我所造的 该受的恶报 我就坦然的面对 该受的这种善报 我会坦然的面对 那对善报 你应该感谢你过去的你 那对恶报 你应该怪罪你过去的你 因为过去的你 造的业 造的业 造来这样的一个果报 所以你应该都是心难 就是心平气和去面对它 去接受它 然后去好好处理它 所以没有所谓的祸苦 就是不会有 因为你迷惑天堂 所造的恶业 今天也成熟了 你要去受苦 你会不会接着苦 你就不要接着苦 我们讲说有报 但是你不一定要苦 比如说有些人 现在手头的资金很短切 你就觉得 你应该想到的就是说 以前的迁滩 造成你现在的手头的 这种财富的紧缩 所以你要不要接着苦呢 穷要不要接着苦 不要接着苦 只是提醒你 你要懂得跟人家分享 所以你不要有苦的感觉 这个就是懂得 因缘果报的这个道理 所以你任何 比如说经常生病 你就会想到说 你过去显然是脑害很多的众生 可能杀生 以前吃很多的鳖 吃很多的什么小鱼 吃的什么东西 所以你现在果报来了 你生一些病 你只能够提醒自己 我再也不能造这样的恶业 我们现在就讲到说 我们总共有五眼 一个是佛眼 肉眼 天眼 慧眼 华眼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就讲到说 只有一个字 讲佛眼 所以佛眼就包含 佛眼就包含 肉眼 天眼 法眼 跟慧眼 所以刚才我们就讲到说 一切字 有时候就包含 道种字 跟一切种字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有时候 中国人喜欢简短 所以就讲到像 当佛 成佛了以后 他有五种眼 都存在 比如说 这个佛 也有若眼 他也有若眼 所以 他也有天眼 也有慧眼 也有法眼 但是呢 我们就讲佛眼 就涵盖 另外四种眼 我们现在再来看 这个一切字呢 就是表达说 你对于 以后人生 或者说一切诸法的性向 理事 因果 都清清楚楚 非常明了 那这个就是 讲一切字的这种意思 我们来挤一下 这个大安法师 在上个讲课的时候 他就挤了一个公案 就是说 到底佛的智慧 有多大的智慧 那他就挤一个公案 给大家做参考 他说有一次 佛陀在树林里边静坐 结果呢 来了一个婆罗门 以前的这个外道 走过来呢 就叫他说 其他那 因为外道 他不会去尊敬佛陀 所以他看到 佛陀坐在那边 就叫他那个姓 就是联名代姓 就像说 姓臣的 或者姓灵的 这样 大家听懂 就很不尊敬 就讲说 其他那 我问你 你说你自己说 你是一个一切 有一切智的人 就是什么都知道 是不是 你讲说 人家都说 你说什么都知道 那我请问你 那一片森林 有多少片的叶子 就问他说 这一片森林 到底有几片叶子 结果佛陀就长出来 一个XYZ 就是一个数字 就讲一个数字 结果这个婆罗门 想说他讲这个数字 到底对不对 那也没办法算 所以他就跑到 偏僻的地方 去躲在一边 去把一棵 一个树的树叶 把它摘下来 放到他的一个篓子里面 结果他跑回去 问佛陀说 佛陀 奇谭那 你再告诉我 这片森林 到底有几片叶子 佛陀要跟他讲 XYZ X 这是另外一个数字 结果这个 婆罗门想要知道说 到底佛陀是不是乱说的 所以他就躲到旁边去 去算他 篓子里边的树叶 把他篓子的树叶 算清楚了 比如说 有1879 然后把刚才佛说的 那个数字 扣掉 他现在树叶子里边的 那个树叶的数字 就等于 佛陀现在跟他讲的数字 比如说 佛陀讲说 1000万 结果呢 他栽了 50个叶子下来 结果佛陀就 把1000万减掉50 就现在 变成1900 950多少 大家算一算 结果就是那个数字 所以这个婆罗门呢 佩服着五几头地 可见 他就可见 佛陀跟他回答的两个答案 不是随便说的 正确到 真的是 第一次的数字 剪掉 他偷偷摆下来 那些树叶的数字 剪掉以后 就现在 佛陀现在说的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 波罗门呢 佩服的五体 就跪下来 跟佛陀说 我能不能跟你出家 写道 那佛陀就说他 做的 历史 所以佛陀经常讲的东西 都不是随便说的 你要像这个 婆罗门一样 就是佛陀讲的东西 你就偷偷 剪掉一些东西 最后 佛陀再问佛陀 佛陀讲的数字 就是那个数字 这个就是 所谓的佛陀的智慧 我们就 讲到这个 佛陀的智慧 到底有多么的了不起 那这一段呢 要来说的就是说 这个末法时期啊 想要碰到 这个弘扬正法的 善知识呢 是很不容易 因为我们不是讲 一切智吗 那现在的学佛人 不管出家 在家 要具足真正的一切智 是真的 是奉毛麟角 太少了 那所以呢 我们只能够说 一般讲经说法的 这些人 不管在家的 出家的 只能够称为 凡夫生 还是凡夫啦 因为没有像佛陀那种 悉会啊 知道所有的东西啊 知道说 比如说 我们今天早上 有下雨 对不对啊 那如果有人问 问你说 今天在Tempo City 到底下了几地雨 你要知道啊 那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我想我们的常略法师 大概也不知道吧 OK 所以 他就不能称为一切智啊 他不能称为 他有一切智啊 因为问了结果 那等一下另外 他又一个人问他说 那阿克里亚下几地雨 你又不知道 我们都是叫做 凡夫生 这我们都是凡夫啦 没有佛陀的智慧 那什么时候才会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 你就有佛陀智慧 所以要不要去呢 要 一定要去 你才有那种智慧 所以人家怎么考都考不到你 所以 那这个就是 我们要说的意思是说 现在的人要修成这个样 有一切智的 实在是 几乎是 missing impossible OK 所以呢 我们对一些 人啊 他 对佛里有一些认识 他 把他所知道的 他听来的 他看来的 一些佛法 传播出去 然后呢 甚至于呢 他把他自己 体验到的那些佛法 也跟大家来分享 像这样的 但是是 其实他不一定要有一切智 大家有没有听懂这意思 就是你不要要求 来这边讲经说法的人 都有一切智 因为你要要求这样子的话 你永远也不可能 不可能听到 所以 这个就是要告诉你说 像 有这样的人呢 其实呢 就已经 很值得珍惜了 所以 不一定真的 他有一切智 对不对啊 那这次 我们就来引用 这个永明 严寿大师啊 他讲的话 我们来看一看 他怎么说啊 他说 在 万善同归籍里边 有人问啊 说 收法为人 虽成大业 为其极地 恐损自行 登地菩萨 上辈何喝 为正凡夫 如何开业 说一个凡夫啊 自己都没有搞清楚 你就想要去 讲经收法给人家听 那 这样 可以吗 有人问这个 这个 永明大师 永明大师就这样来 开示了 大家听懂 永明大师说 可以还是不可以 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 他说 台教出品 台教就是 天台中的这种 教法 多 他有所谓的 出品的 就是说 五品位里边 有出品 二品 三品 四品 五品位 那所谓的 出品是什么呢 出发一念 信解心 就是说 他真的 发心 要好好的 去了解佛法 然后 他也能够 真的 亲近 善知识 亲吻 正法 然后呢 如理思为 然后呢 也发谁 发心 也尽量去做 有像这样的人 来说呢 这就是 等于 他有 这个 出品位了 就是 真正 也体会到一些 但是 实际上 他真的 有没有 一切事呢 没有了 没有一切事 但是 像这样的人 他说 有像这样的人 他说 虽然是 环夫 他还在 环夫 就像 智者大师 人家问到说 你挣到什么 品位呢 他说 挣到五品位 那五品位 就是在这里 要说的 所谓的 这个 你看 你要有 读诵 然后要 说法 还要 兼形诱度 还要 正形诱度 所真正的 把 六度 落实在 日常生活中 这个是 智者大师 他自己认为 他是 正量 五品位 那当然 我们 出品都没有 证到 因为 我们有很多 佛法 还是 没有 没有很清楚 没有搞得很清楚 真的要有 这个一切事 其实是 真的是很困难的 因为 一个人 要 能够 达到 出品位 都很不容易 就把 一般的佛理 都搞清楚 搞通了 就很 很不容易 他就讲到说 怎么有可能 对 他是问 这个教师说 怎么可能说 我们一到 西方极的世界 的智慧 就跟佛陀 这个平等平等呢 就能问他这个问题 那 其实 他也不知道 怎么样 回答 是最好的 因为 他经常说的 福报 是可以 跟大众 分享 智慧 没有办法 跟大众 分享 所以 关于这一点 他不太清楚 我也不太清楚 所以 关于这一点 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 是不能够理解 怎么可能 我们一往生 到西方极致世界 到哪里 讲经说法 都有跟佛陀 一样的 非常的智慧 来开导 一切众生 这实在是 很难理解 所以 经济 我还是讲到说 那你就这样想好了 就说 因为佛陀 他的 他的志愿里边 他的试验里边 就是要帮助众生 能够到哪里 去讲经说法 都 不会让人家 考导 都不会让人家 考导 那当然 佛陀 应该是 随时 随刻都 加持 每一个往生西方极致世界的菩萨 就是帮他加持 就像 瑟利弗 帮这个 加利盘托节 因为 不是外道来考 这个加利盘托节吗 结果加利盘托节 他没有办法回答 他就只好视线神通 到天空上去盘托 结果人家一问他说 我问你要回答 你怎么不回答 那这个 瑟利弗 就很慈悲 他就加持 多利盘托节 就替他回答 他怎么替他回答 他自己变成 多利盘托节 他自己变成多利盘托节 在空中 然后就外道 问什么 他就回答什么 当然 这个 我想 是不是 阿弥陀佛 将来你到南边去 红法碰到困难 他会不会替你 变成你 当人家回答 我不知道 我只是随便猜的 但是 这一页 这一页 特别 就讲到说 阿弥陀佛 是会加持你 将来 你到极乐世界纪 不管到哪里去 宫法 你都不会被考导 都不会被考导 他怎么加持 我们还没有这智慧 因为有很多 佛的智慧 就是只有佛跟佛 才能够彻底 互相了解 所以 我们讲说 阿弥陀佛 有这么大的 神通力 能够帮助 每一个众生 都能够让人家 不被考导 这个真的是 很难理解 我们很难理解 我们就 暂时保留 等到我们到西方 这个世界 再问阿弥陀佛 你是用什么样神通 帮所有的菩萨 到哪里去 宫法 都不会被考导 我们到时候 再去问他好了 那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这个 常内法师 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就 我们就把 真的有问题 我们就保留 等到到西方节的世界 再来问 因为要紧的是 我们要往生 西方节的世界 而不是说 你现在就要了解 所有的佛法 知道一切 这个洛神奇 夏季地宜 这片森林 有几片叶子 这些东西 就等到 到极乐世界 再去学 所以大家 不要急着要 现在就要知道 这个东西 这个是 这一页 跟大家 这个 要分享的 那我们呢 引用一段 就是 讲到说 这个 四大成论是讲说 其人 业主虽累累 善能收法 利多人 若有供养世人者 则为 供养十方 所以 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人 发心 然后呢 自己好好的去 学习 然后把他 学习的心得 跟大家分享 你如果能够 碰到这样的善知识 你应该 好好的 供养 然后好好的 珍惜 跟他学习 这个是 这个 四大成论 里边这么说 四大成论是 五左菩萨造的 是贤障大师 欢迎的 那这有这么一段 就讲到说 你看他 好像 也不是 慈悸很清静啊 看他也不是 很灵光的样子啊 可是问题是说 他讲出来的法 都跟 延祈法 都相应 都没有违背 然后 看起来 他也有空正见 他知道 没有一法 真实存在 所以 他不会执着 你对他供养 比如说 你人家供养一千 你供养二十块 他不会 因为这样 就有偏心 就是 爱护那个 这个 供养一千的人 然后呢 就对这个 供养二十块的钱 就不理他 不会有这种问题 因为 他已经知道 有空正见 就是说 个人 个人有个人的因缘 所以 以前我去澳洲 看到 师父 坐在师父旁边的 是 曾经开过支票 是几百万美金供养的 那这个人 永远都坐在师父旁边 那 我讲不是师父的意思 我只是 讲到说 这个就是 我们要了解 空正见 是不可以有这样的 一种 一种想法 因为 我们经常说 很多同修在这里 好不容易省吃 减用 然后腾出来五块钱 可以来 来供养 这个学会 我们对这五块钱 的这种 这种珍惜度 跟拿五万块钱的人 出来的 我们应该 视为平等 视为平等 为什么呢 因为 每一个人 他过气的业力不一样 有些人 善业很深 所以他拿五万 对他来说 Peace of cake 那有些人 拿出五块钱来说 他已经是 想尽办法 去节省这个 节省这个 好不容易 省出来五块钱 那你想 他拿出来 这个东西 就上一堂课 我们讲的 平礼 供养一盏灯 那这盏灯呢 是 这个 木剑人 用所有神通 都没有办法 灭掉他 这是因为 他供养的心 太过于纯净 太过于可贵 所以 这个呢 这一段 是要来 要告诉我们说 这个 修这种平等心 修这种 空正见 那你应该 有这样的一个 体会 所以 对一些 讲经说法 看起来 不怎么样 但是呢 他只要 他讲的法 都符合 远期法 他讲的法 都符合 空正见 我们 我们 就应该 把他 看成 像佛一样 这个 是我们 学习的人的 这种 观念跟立场 所以 不要 不要看到说 这个 像 像我们 Kenny出家 将来 穿上身腹 一定非常庄严 像有些人 看起来就没有 他庄严 你就 就说 我只 我只 这个 追随 这个某某人 就不追随 另外一个 不需要这样子 因为 每一个人 只要他尽心尽力 把他所领会的 佛法 跟大家来分享 他把他的体验 那 跟大家分享 我们都应该 平等的来 尊敬 供养 这是对于 讲法的人 我们应该 有的一个态度 所以 他说 如果有一个 有一个人 所以 看起来不怎么样 但是呢 他能够 让人家 愿意学习 大成法 就是 发菩提心 然后呢 让 就算 他不能 马上 发菩提心 让他能够 发一毛 的欢喜心 就是 听了 某一句话 他很受用 就像 我讲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同修 听到一个 牧师 跟他讲说 一个 我们对小孩 应该不要 对他 有什么样的 期望 因为小孩 各有他的福报 他听到这个东西 很感动 他说 他从来没有听过 这么殊胜的佛法 这就因为 敲动 他的心 所以他就觉得 很受用 所以他说 你能够让一个人 产生这样的欢喜心 你的功德就无量 降化 他说 甚至也能够让一个人 听了以后感动的 掉下一滴眼泪 那你想 这个讲法的人 功德有多大 所以这个就是 要来表达说 对于 这个讲经说法的人 我们不能够设高标 按照你的意思 就是说 这人长得很庄严 所以他讲的一定是正法 那这人长得不是很庄严 讲的恐怕不是正法 这个是要跟大家 讲到说 说法则 有没有一切是 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讲出来的东西 有没有跟 原习法相违背 那这个是 我们要强调的 就是希望大家 懂得尊重 珍惜一些 讲经说法的人 只要他讲出来的法 跟释迦牟尼佛所说的 没有不违背 没有不相应 我们就应该珍惜 能够经常跟着他学习 他就是善知识 我们就应该可以跟他学习 所以这边他有 讲了一些更细的 其实我们大概都已经讲完 那因为今天时间也比较少一点点 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就希望说 大家懂得碰到善知识 一定要把握机会 好好的跟他学习 那他有短处 你不要看他短处 你就只管看他的长处 因为你要学习的是 长处啊 那短处呢 是作为你的警惕 他有这个短处 你要想到说 我千万不可以犯他 跟他一样的毛病 过错 所以就是善人 你也跟他学习 恶人 你也跟他学习 这是我们对 讲经说法的人 应该有的态度 你今天讲到这里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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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